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2月21号星期三 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中共的清零政策被迫急转弯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感染人数的急速上升 全球官员与卫生专家都在密切的关注中国的疫情发展 专家们纷纷预测 当前的中国可能面临疫情大海啸 明年恐怕将有超过百万人染疫病亡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 由于中国可能将出现毁灭潮 因此对于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全球疫情形势的重大决定造成了影响 以至于世卫准备宣布 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紧急阶段 已经结束的决定恐怕为之过早了 据路透社的报道 科学家与世界卫生组织顾问们都指出 中共的清零政策对于人民的生活 以及国家经济的影响日益引发关切 世卫组织于今年指出 清零为不可持续的 专家认为 习近平突然无计划的放开解封的做法 已经改变了全球格局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会成员 荷兰病毒学家古破曼斯表示 目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大流行的非常不同的阶段 且在他看来 中国方面即将到来的浪潮将会难以预测 对此古破曼斯及其他世卫的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有关将于明年1月底全球新冠大流行紧急状态提出了建议 由谭德塞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然而今年9月份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表示 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渴望结束 不过他上周在日内瓦时却说 希望明年某一个时候 能够结束疫情的紧急事件 谭德塞表示 他希望这种从3年前与中国武汉爆发 已经造成超过660万人死亡的流行病 将在明年某一个时候 不再被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谭德塞的此番言论 引发了外界期望世卫渴望能够很快取消 从2020年1月实施迄今的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此外 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的执行主任莱恩表示 谭德塞必须就此来取得折衷 因为世界各地无法平等地取得疫苗 这也是为什么世卫仍维持全球新冠大流行紧急状态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美国方面随时准备协助北京应对迅速升温的疫情 并指出如果传播不受控制 恐怕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影响 同时警告必须提防自中国爆发的新变种 美国还表示愿意与中国分享疫苗 但中共却再次拒绝美方的帮助 21日中共公开的拒绝了美方的援助提议 在当天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美国国务院表示愿与中国分享疫苗来应对疫情 中方有何回应 发言人毛宁再次自夸所谓的三年防疫功绩 并称北京正在应对 药品和检测试剂可以满足需求 对此外界指出 中共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无视民众的生命 据分析 美国将全面阻止中共获得高阶芯片 人才以及设备 美国商务部本月15日 将36家中国公司列入了黑名单 弥补了10月份实施新一轮芯片出口管制的漏洞 而习近平已经慌了 他在20日赶紧给德国打了电话 只要有潜力的公司 美国都不放过 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专家的说法 上周有几家被美国列为黑名单的公司 像是彭新威刚刚发展半导体事业 与华为这类具有规模的中国企业相比 更容易被打击 报道表示 彭新威背后有强力支援 他有深圳政府的资金 并由前华为高管掌舵 彭新威的员工透露 公司原本已经向美国多家公司采购设备 原定明年到货 但如今可能收不到货了 合肥电子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这家芯片公司是由威胜前团队创立的 意在开发基于英特尔PC处理器的本土替代品 合肥照新的工程师透露 没有人料到我们也被锁定 一位西方贸易官员透露 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已经有更深入的了解 美国可能已经发现 合肥照新正在开发可用于超级电脑的处理器 或支持中共发展先进内存芯片 而中国最大的技艺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 现在再被纳入实体黑名单 将进一步被削弱 该公司工程师表示 他们已经停止扩展 并要求美国设备商退还定金 上海微电子设备公司 也被列入了美国的黑名单 它代表着中国开发本土光刻机的唯一希望 且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 寒武技科技和旗下的9家子公司 全部被列入了黑名单 知名分析师郭明基示警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明年科技产业没有乐观看好的理由 苹果动能疲弱 原先看好的电动车 服务器产业基本面也不如预期 他预测明年全球将进入高通膨 高利率低成长的时代 消费性电子产业将面临需求不振 对此习近平也慌了 因德国的对华取向 对欧中关系举足轻重 他与德国总统施泰因奈尔 20日举行了电话会议 希望欧方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 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因在美国的敦促下 德国和欧盟正在提高对中共的警惕 德国政府在11月中旬基于国家安全的忧虑 已经阻止中资公司收购德国两家芯片制造厂 而中共的亲俄态度也加快了美欧与中共的脱钩 而中共的中远集团原本要收购德国汉堡港35%的股权 以获得这个德国最大港口的控股权 但因为德国联合政府中两政党的反对 总理肖尔茨在11月访华前 只批准了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24.9%的股权 俄国西部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跨西伯利亚管道发生了致命事故 导致三人丧生 一人受伤 截至21日 相关的事故并没有显著影响欧洲天然气的价格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事故是在维修期间发生的 同时天然气正在平行的天然气管道上输送 并未打乱先前供应计划 该系统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的乌联戈伊汽田输送到乌克兰 再从那里输送到欧洲 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几十年 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大幅削减了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 在9月北溪管道系统发生爆炸之后 俄罗斯天然气只能通过乌克兰的运输路线 和土耳其管道运往欧洲 西方国家将北溪事件归咎于蓄意破坏 爆炸发生在欧盟达成协议 限制TTF天然气期货价格的第二天 由于欧洲部分地区天气转暖 荷兰TTF周二收盘下跌近3% 这是该指标连续第三天下跌 12月7日中共宣布取消疫情管控措施 不再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也不再通报感染人数 许多人因为害怕染疫尽量避免出门 致使中国多地的街道冷冷清清 萧条程度超过清零管控期间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中国疫情的海啸 21日在成都一家超市工作的温先生 告诉希望之声表示 周围的就是工作人员啊 这些业务啊 所有的公司这些起码的百分之八九十都重招了 那个医院很多人哦 连小区接到各个门诊诊所 都是人满为患 那个年轻人在门诊诊所都集成堆了 温先生说由于感染面积太大 症状轻的都必须正常上班 症状重的才能在家休息 而且还要算市价 现在一传百都不止了 广州的王先生也说他们那里感染的人数相当的多 这身边认识的都已经有超30个 广州人风啊 那三十年风啊 你看很多人发的视频都看得出来了吗 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指出 未来三个月期间 中国百分之六十的人口都将感染新冠病毒 而且染疫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人 中共御用专家吴尊游表示 今年冬天约有4亿人会被感染 67万人死亡 中共解封之后不仅感染人数暴增 而且重症和死亡人数似乎也超出 之前专家的统计数字水平 尤其是在北京 不仅医疗体系报警 医院太平间殡葬葬场也不堪负荷 中国的奥米克戎感染潮 为什么来世如此凶猛 中共御用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声称 这可能和近期在中国传播的奥米克戎变异株 BF.7有关 他指出 BF.7变异株的潜伏期进一步缩短 传染性更强 患者在感染次日即出现传染性 世卫组织曾对这一变种发出过警告 认为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广州的王先生认为 中共简单粗暴的操作也难辞起咎 他表示 希望之声记者王倩的采访报道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结束 但球迷的热情丝毫未减 体育用品商表示 在激动人心的决赛过后 消费者对于球王梅西与姆巴佩关联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两倍多 路透社21日报道指出 在决赛当天 足球俱乐部巴黎圣日尔曼的球衣 尤其是梅西和姆巴佩的球衣 在网络的销量飙升了200%以上 据悉 当天的所有销售额有40%来自于美国 而足球用品商狂热者公司表示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装备的全球销售额 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相比增长了700%以上 这可能来自精彩的赛事与球王效应的影响 梅西借助本次世界杯加冕成为球王 获得了史上最伟大球星的称号 而他在决赛前发布的 与葡萄牙裹脚C罗的国际象棋博弈照片 也引发了关注 长期以来 梅西与C罗的球王争夺战一直备受瞩目 而本届世界杯成为了一锤定音 截至目前 争夺球王失败的C罗并没有在网络上发布任何的贴文 这可能意味着 他仍然处于输掉球王角逐的悲痛之中 另一方面 在决赛期间 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 为法国队颁平比分 展示了自己的超凡实力 在世界杯决赛仅72个小时之后 姆巴佩火速地重返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集训 这也是出人意料的快速回归 英文足球杂志Go指出 巴黎圣日尔曼下周三对阵斯特拉斯堡 由于他在俱乐部的队友 球王梅西可能无法到场 内马尔也不确定 姆巴佩可能会出现在参赛的11人当中 观众朋友 对于世卫组织官员表示 中国可能将出现毁灭潮的这一说法 您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声的节目 就请帮助我们订阅点赞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明天节目再见